而我在厨房里又发现了一种神秘的食物 看上去像裹了一层黑泥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呢 哇 这个大猪腿啊 你不要看到大哥的烤干就没有多少了 这是咱们瑶族专门用来熏肉的吗 对啊 这是熏的架子 在过去 瑶族人都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 过着刀根火重的生活 在粮食不够吃时 山里的食材就成为它们果腹的美味 每次狩猎后 瑶族人都将剩下的肉进行腌渍 悬挂在火塘上方 用烟熏火燎的方式 不断烘干肉块以备不食之需 于是这种烘腊肉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下面的是新鲜的 新鲜的是离火最近的什么 对对对 那像这个中间呢 这半干的 半干的 这是半干的 那这个很黑咯 这是不是时间长了已经 这可以是从七年的了 烟熏入味 火燎走油水 但肉跟火之间的距离 却一定要拿捏准确 否则就不是腊肉 而是烤肉了 但是要让腊肉变成真正的美味 却还需要一种蜜料 糯米蒸熟 撒入酒区 一周之后 纯正的瑶佳米酒开始酒香四溢 而米酒渣就是腊肉的最佳伴侣 经过发酵的糯米三甜适中 其中的酒香还能去腥 跟烘干的牛肉煮在一起 真是米糯肉嫩 这也成就了一道姚家名菜 水煮牛肝巴 海有一段蒸熟的 海姚家名菜 水煮牛肝巴